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杉矶一华人资讯网络成焦点频道 今天我们请陈林先生来给大家讲解风水之道 这也是我盼望已久的一个节目 就是陈林先生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对于大选的一些预测 包括这个川普是不是这个会重返白宫 哈里斯为什么会失败 以及就是其实在之前他也跟我们讲过 奇门已经早已神准地预测到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线上 那么首先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是江西都昌派第16代的风水传人 传承明朝国师徐登峰所创立的都昌派的风水 是国际著名的奇门遁甲和东方策略学专家 通晓八字四柱 紫威 六瑶 梅花 奇门 太乙术 风水学 姓名学 品牌学等等 陈林先生曾担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竞选总部首席的国操顾问 也曾经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风水建筑体系 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陈林先生听说您去闭关了 等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您闭关的这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听您聊一聊有关大选的想法 因为我现在我们这个基本上我的这个节目都是在这个围绕着大选 但是呢其实我们有点换得换失的感觉 因为之前说是这个哈里斯好像民调很好 然后呢觉得他一定会赢 但是呢最近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包括这个左媒都有这个感觉川普在翻盘的这种想法 所以今天你是不是先来跟我们讲一讲哈 这个到底您觉得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 呃其实我应该快有很长时间了吧 应该快一多月没做节目 对 那上次做的节目呢其实已经预言很久了 我们在说了就说 呃在10月8号以后会会翻盘 所以说你看10月8号以后因为台风的问题啊 我说台风嘛 嗯 我说这我去年就做了一个四大预言 对 就说这个台风是非常厉害 那确实也很厉害啊 呃这个百年难遇的大风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台风呢刮起来以后呢 造成了整个的 这个月叫旭月 其实应该看我上期的节目 其实有很多的拳击 我就说了这个月要翻盘 所以这个月你会发现呢 整个的美国大选呢 几乎很多的 包括主楼媒体都一边倒 对吧 对 对 对 本来就说哈里斯的名叫很好 现在有很多主楼媒体都说 民调 民调是川普给超前了 对 超前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呃 奇门遁甲预测 它是一个模型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古代 最厉害的 其实说玄学中最厉害的是帝王之学 嗯 它这个模型呢 呃 要学会它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窍觉 什么的 就是要找到它的参数 就怎么预测它 嗯 虽然很多人都学过 它是怎么据测的呢 我今天教一个方法给大家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月会翻盘呢 嗯 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呃 为什么我不去开盘呢 去选择 等一下我们讲 开盘不去选择当天去开盘的 就有的人就会当天开盘 你懂吗 嗯 那为什么我要以这个月的奇门遁甲来开盘呢 等一下我们问这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月其实已经开始在选举了 对吧 对 是的 提前投票了 就像我已经开始在邮寄投票了 嗯 对吧 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投了 所以不是在当天就已经在做这个行为了 所以这个月其实是决定的因素最为强大 嗯 那我我之前有讲过 我们看那个这个BBT 嗯 说这个呃 10月8号的假叙月 美国就要发生重大的事情就影响大选 就因为呢 这个月份叫旭月 我们都知道这个旭月啊 嗯 这个旭呢 主要这个旭月叫假旭月 就是什么叫假旭月 这个旭是狗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讲说这个火库 嗯 这个这个木来刻土 这个木刻土 然后呢 我们的甲城呢 甲城啊 就是我们今年也叫青龙年 也是木刻土 所以木 木就是风的意思啊 东边的风 什么叫东南风 所以我就预测经历 就这个月会大风会出来 就出头了 那这个风代表是木的能量 所以我们看风啊 看了那个树在摆动的时候 就代表有风 要不然你看不到风嘛 对不对 不知道有没有风 对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中国的把风的来向来于东边 或东南方向 所以它木就刻起土了 那至于把这个土一刻下去的时候呢 我说了川普是己 川普我们记住啊 川普的八字跟美国八字里相近 他是日元己土的 己土就是大地的意思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啊 运航万物啊 所以美国比较肥沃土壤 比较说思源丰富 那这个川普要当官 首先要什么呢 要假 所以假出头了 假几何就出来了 他在这当官的这个 也就是他的风势 他的风头的力量就冒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一场这么强大的预风呢 整个就让这个改变 就是我为什么在上次节目说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更详细的预测 好 因为很快就大选了嘛 对吧 那我们要分析说 这个川普当选了 假如我们从这个预测 为什么川普能当选 对 为什么哈里斯会失败 然后呢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那这里面有什么捣鬼 捣鬼的阴谋会不会被破坏 是不是会不会作弊 有没有作弊 所以我又一次性的跟你说完就明白了 你看这个秦敦顿讲 他这个全息 而且哪一些中 哪一些中发生的变化造成的 我今天我们等一下我们全部揭晓 其实等一下我在往后走 讲的会更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所以我们我们看我的节目的 有很多人是做的学生 也是受益者 是的 我们就揭晓等一下来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我是如何做预测的 预测的 首先是说呢 我们上堂的节目讲到一个密码 叫戊序 戊序变法 就是火毒 那川普是最怕火的 火毒的 就他在大运中 戊序 戊序大运的时候 是他人生中最最最最最倒霉的 差点破产 然后就离婚 一大堆的事情麻烦了 那所以说我们观测这个2016年啊 2016年 他那一天的日子啊 就是11月8号选举吧 他在亥运 亥运其实就是水木相生 他需要的就是水啊 还要来生这个木头 而这个这个日元 你看这个日元就假木 突然 突然就说他2016年他当选了 你明白吗 那2020年的时候呢 11月3号呢 那是序月就像我们这次也是序啊 序就是火库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序日 而且是更金 这个更金是砍木头的 砍甲木 把他把这个川普的正观给砍掉 所以川普好像说当选 其实就就这个 我们也知道2022年没有当选 拜登赢了啊 我们现在看2024年 我又说了这一年 我说了吗 生有序何为金 金来生谁 谁又生我 这就是一个循环啊 所以川普的这个当选的日子 其实对他有利了 我就是我讲的这个意思 所以冯猴 所以说猴子 猴子就化 就化 就化现了 什么叫化现呢 所以我可以断言预测 也就是11月5号选举那一天 我们来看下午5点到7点以后 就突然一下发生变化 5点到7点 你会看到那个这个叫 中国一句话叫全国三合一变古秘动 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首先讲的第一个密码 就是从这个八字 所以选举有很多的意义 你只要去探测到 就是你就会 对将来 甚至对你有帮助 等一下我们来讲 好了 我们现在怎么预测它呢 我们如何预测呢 奇门最难学的 不只是基础知识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旋起参数 就是如何打开这个旋学的门 你明白吗 就这个钥匙怎么打开它的 所以有很多人 用了不同的方法 他就随心所欲预测 比如说我现在就来补个挂呀 当然也会碰到 一拍两电眼嘛 就当然你要不去A要不去B呗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种方式 对于这个大选来讲 它是个动业 不是那么容易预测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的一种方法 可以准确预测的方法 那我们来开盘 不是开像我们以前样的 哪里一天就来开盘 或者自己随便开盘 不是 我们要以这个月 因为这个月 我刚刚说了 对 决定了整个的盘 因为已经靠近了嘛 这个月的整个参数的能量 是决定了整个的选举 到底谁能入主白宫 明白吗 好了 这个月我们就以这个月 作为开盘 就是全奇门顿角有年盘奇门 月盘奇门 日盘奇门 以及时盘奇门 那么一般预测来讲 是用时盘 就是当时你问问题嘛 可是这个不是 因为这个大选呢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月份的时间 那个月份其实已经开始有人选举 投票了 已经开始了 已经在登记了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这个月 那年盘奇门主要的是干嘛呢 它主要是做风水布局 主要是这个 或者预测一些世界大事的 对对 但是月盘奇门呢 就是在那个月 可能将来发生的重大事情 了解 就我们来预测 那所以说我们就 我们现在就开这个门呢 我们要用月盘奇门的时空 来打开预测它 这第一个 然后有这个世卫 有价格呢 我们要找到谁呢 准确的找到 在这个盘中 哪一个代表哈里斯 哪一个代表川普 领域版吧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们呢 一般情况下都会一年 但是我们都知道 哈里斯跟川普的出生年月日 时间虽然不知道 所以最准确的方式 就是他出生的那颗天 因为过生日就是你过生日 过年是大家过 对 谁的准确率更高 对 所以我们来查出来了 哦 哈里斯是冷水命格的 冷水 刚刚我们之前说过 那这个几土呢 是川普 我们看看下面 就是上面的那个 嗯 就我以前可能有拍过一个盘 将来吧 就是告诉大家 几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川普 而冷水代表的是哈里斯 明白吗 我们我们现在还是开这个这个就是秦门月盘 往下盘就知道了 所以我写了一个哈 还写一个川普 嗯 当我们看到这两个时候了 定位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就是两方打仗嘛 嗯 其实这个案例就有点像什么呢 他在东边能打赢潮潮的 就因为他解了毒 来火烧了嘛 嗯 可是问题是哈里斯不是诸葛雅 他根本不懂这个 你明白了吗 对不对 所以那怎么说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嘛 所以呢 他没有学习过异性嘛 对 不懂 其实他在东边得利 而川普在西边得利 特罗雅一世了嘛 嗯 那再这样的话 西边就 就是你看哦 这个子府就代表老板 子府啊 假几 因为在这个秦门顿甲中是找不到假的 假就是老大 子府 那几何 假几何了 所以说 子府就老大 所以说川普当选 就是因为他 而且在前宫 前宫就是 前宫就是头部 心开了 开心嘛 当你当选的开心嘛 所以从这个宫的上义来讲 川普就是 已经当地得地了 就这个 就宫位 好了 那哈里斯在哪里呢 哈里斯在东边 哈马 那东边是什么 受冲 又悬 而且受伤 所以 而且金右克务 从宫的角度来看 他是受冲着 所以说 没有办法 引着元凶 宫位的角度 但是为什么说 东吴战能打赢战 出口量能打赢的 因为他赛洛市 他戒了东风 就是拿火来烧了 对 他把东 所以 当然哈里斯不懂 那当然 所以说 好 我们来看 来预测一下 到底 哈里斯 撕赚在哪里了 就是在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 那 周瑜跟这个 朱古亮 就因为接了东南风 你知道吗 就东南的方位 因为东跟东南 是蜀木 是同步 同共的 本应当 东边都是 可以帮到 哈里斯的 明白吗 纽约嘛 对 民主党的州 对 民主党的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说 我们现在讲一个州 叫做宾夕法尼亚州 宾州 对 摇摆州 摇摆州 在东边 对不对 对 对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宫位里面 东边的宫位里面 长的一个叫 白斧杜 还有两个心 知道吗 心是什么 心就是错误 心就是暗地 在做 所以 你觉得他们 会不会做输家 哦 所以就是会 会有 我就说他在做 已经在开始 已经开始 但是呢 为什么呢 他呢 没想到川普 直接冲他 是进来客户 所以直接把他 刻下去 哦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 我是定的对面 而且我又克制你 你怎么 你再做 文章都没有用 所以就造成 他在东部的 最摇摆州 我们有摇摆州 有七个摇摆州 对 其中决定性的 又是宾夕法尼亚州 对 没说吧 是的 是的 还有一个 这个13票的 宾州是有19票 对不对 还有一个州 就是 最主要的摇摆州 就是宾州 就19票 在东部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地图 就是美国的地图 我们不要先分南北 分两个区 一个叫做东 叫什么 东 一个叫做西海岸 一个叫东海岸 对 没说 我们是不是这样说 我们一个叫东海岸 一个叫西海 是不是这样 对 我们叫东岸和西岸 对 一个纽约为主体的 是属于东海岸 以加州为主体 叫西海岸 是不是 对 没说吧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奇门 我中间隔离一下 就是把奇门 分为两个部位 一个属于东西海岸 一个叫西海岸 那东海岸呢 哈里斯自在正好在东边 他是上车上的 而川普在西边 你明白了吗 他的宫位在西边 所以说 好了 我们来看呢 川普 是西 但西 就是西方属今 他在西北方 所以我们来看 有个圆圈叫空王 就是我们的看法 有藤蛇雾雾的那两个 叫空王 看到了吗 那个就代表加州 正西边 因为众州就这些 所以这个西边是空的 本来西边是要帮川普 因为两个是共振的 可是空王 所以说加州根本就是 帮不了 空王 因为加州一定是翻不了 明白了吗 加州今年还是民主党的 没得戏 因为他空了 空了怎么能帮自己的 好了 然后再往上走 一个马兴 有打两个圆圈 看到了吗 嗯 也是空 那这个新是在西南吗 那就属于什么呢 在亚利桑那州 是亚伯州 哦 亚利桑那州跟内华达州 这两个州 你明白吗 哦 也是空 也是空 同时里面又有鬼水又根筋 那说明他们也在做文章 哦 也在作弊 里面有病毒 就说明他在做什么 很简单 我散播病毒 懂我讲一次了吗 嗯 对 这两个工妹 所以说 一个是在东边的东南的 所谓在做 然后一个是在西边的西南方 在做 好我们来看 那到底这个空亡的这个 这个亚利桑那州 跟这个内华达州 特别是亚利桑那州 到底会不会翻盘呢 因为他空亡嘛 对不对 空了就是代表他支持不了他 支持不了川普 不是同类嘛 因为土会生金 他的工位是好的 但是有一件事 你发现上面写一根码子嘛 上面一个码 什么意思 就动了他 码的意思就是 他一动的时候 他就空 可能不能空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本来要埋下去的 我把你 把你给动了 你怎么埋得进的 埋不了了 你听了 所以啊 可能亚利桑那州会有动 就算他在那里 哦 亚利桑那州有可能 明白了假意识了 好 那当然了 内华达州也不一定了 就是说他 因为他是两个 有空亡嘛 当然就会夹住他 好 我已经刚刚说明了 支持哈里斯东边的 特别是冰淇法亚中 产生的两个心筋 又白斧被堵住了 虽然要身上也堵 虽然他在做手脚 没有用 为什么呢 被川普的工位 克得实施的 而且是对克 所以对克 我克就把你压下去了嘛 你就要站着我来 你就成为我的奴隶里面吧 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显胜 显胜 所以对 所以得宾州者得天下 实际上你就失去了这个 看看宾州的今年的这个战况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直接把你克下去了嘛 你本来是可以站在旁边 本来就要支持哈里斯的 懂懂吗 两个同编都是同样的嘛 问题是他做手脚还没有用 既然被这个直斧被直斧兴了 直接冲打把他克下去 也就是三盘嘛 对 当然是显胜 战据中还是算明明吧 那当然呢 宾州已经拿下这个分数 一下就忘记了 是 宾州是最重要的 所以川普一直在宾州 对不对 是不是最重要 对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北西 东北方向 东北 我们来看一下摇摆州就知道了 所以说加上一个亚利桑那州 再加上宾州 其实已经得到了七个摇摆州 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摇摆州了 对 对 你明白吗 这就是哈里斯的私利 第一个他的 他的攻势其实他是在弱势 就像我们讲打仗 他是沙盘 那如果是一个亚利桑大师 他提前就开了这个盘 我们讲叫预测盘 这个时候就像诸葛那样的 他就要反过来借东风 也就要借 借东边的力量 也就要借宾州的力量 来升南方 南方的火升起以后 直接把窗口扣上去 那就麻烦了 你懂吗 就叫借东风 火烧自闭吧 而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他也不懂 他也不理解 所以其实到了这个月份 就明显的落实 明显的落实 这就是为什么哈里斯会失败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摇摆州的大州都翻盘了 都翻盘了 所以他就没有拿下这几个州 你拿不下来 你根本就胜不了了 而且你有层落实 当然了就是北边的力量是声望他的 确实是有跑的人量 都在升他 对 或者或者是他的火的人量 来克这个金也有存在的 但是你最重要的 能够跟你支持的东边力量 既然都失守了 你觉得你能成功吗 而且本来的容易翻盘 就是这个金 也跟川普是 也可能要去翻盘的 就是不支持川普的 既然因为动摇了 动摇了以后 都更支持 就是支持川普 这个州也归于川普 所以说实话 最大的几个摇摆州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这场选举来讲的话 哈里斯是已经失败了 从这个盘来看 明白了吗 了解了 所以这个盘大家有没有看到 刚才这个陈林先生已经解释的这个 非常清楚 我觉得很清楚的跟你做解释 而且我把什么时间开始 翻盘的时间就开始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下午点到七点以后 就经历 就可以 发生变化了 你知道吗 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川普以为赢了 他就睡觉去了 对 偷懒一下就翻盘了 他也不知道 他一请你一看 我好 怎么怎么拦了 现在不是了 现在提前翻盘 所以您说的五点到七点 是东部时间还是美西时间 OK 其实我们讲的五点到七点 是每个就是每个周都在投 就是以他的一个时间点 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自己的这个时间点 了解了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 但到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可以其实说 以前就能够知道答案了 根本不需要等到晚上睡觉 但是川普就觉得 那个时候是选胜了 我已经赢了 那个单一一睁开眼睛 已经输掉了 那所以 所以今年 就是根据您看这个盘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定数 就已经是定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就已经决定了 就不会再有盘 其实当时呢 其实说实话呢 其实我们这样说吧 就是说呢 首先我以前说过 川普走向红回白骨 说实话 是非常的磨难的 我做了一个比喻嘛 西游记 是不是 经历了9981烂车走道 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最重要是川普 是自知死地回神的 原因是 其实川普将来 会成为最大的一个什么家 你知道什么家吗 最大的宗教家 也就是宗教领袖 他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醒悟了很多道理 因为人在死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明白 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要干嘛 当然 我没有说谁对谁错 但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 选举川普是对的 原因是 从明年开始 我们叫四马洪扬嘛 三年 其实整个中华 包括美洲 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必须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 必须要有一个老道的人 才能够摆平他 如果摆平不了 那就是我们也是大灾难 是的 那所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陈林先生 我们说所有的这个 这个天道或者是命 或者是运 他都是有一定这个注定的 那所以 以现在的这个美国来讲 就是包括我自己个人 会认为川普当选 会对我有更好的一些这个收益 那所以 其实对于整个美国来说 您觉得 就是从盘上看 或者从您的这个观察当中看 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 让我们受益的地方吗 如果是受益的话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我们不是说个 川普要这个大捞天空吗 只有才进到这个 他首先一个人呢 是这样的 所有的人的学习 都是从磨难中学习来的 是的 一定要有这个 你要通过磨难 才懂得珍惜嘛 你懂我一下意思了嘛 是的 所以我跟你说 其实不是我这样说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好像是 很多的这个大的组织 说都预言将来说 川普成为一个新的宗教领导 因为他 他会 你看哦 你看我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 我在尼泊尔 是世界上最大的世界和平 埋怨宝塔 我也点了一千盏的 祈福 为什么要祈福川普 成为下任总统呢 也倒不是为主体为了他 而是为我们的世界和平 因为我们需要给予一个的 有能力的人 给他能量 给他支配 能够带领我们更多人 跟这个世界 能够这些战争 能够平息 不要再死伤人的 然后呢 特别是经济上的问题 如果面临这个问题 有经验 至少老到人能够解决他 你明白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为川普点灯的原因之一 你为川普点什么灯了 就是 你没看 就是点在佛塔上 点光明的灯嘛 我有图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佛塔 当然我们在佛教来讲 点灯是最大的功德的 就是光明嘛 你光明的一切就光明了 对不对 你总要有一个 带领光明的人嘛 带领我们走向光明嘛 没错吧 是的 那我们并不说什么 哈里斯或者 但是至少哈里斯 他根本就没有经过考核 就登上了这个位置 你应该讲的是什么 去算是民主党来 他也是排在第16位的 那突然一下就跑到前面去了 对 没错 而且他莫名其量 越急了你知道吗 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一个没有真正达到的 这个就是你本来是 你只是小学别 你突然一下跑到大学去了 你怎么能大学的课程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谁呢 当然不管是谁 这个喜欢你 喜欢川普药 不喜欢川普药 这倒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将来 如果世界发生 面临很大的问题 那谁能够能够容易摆平这个事 我觉得 是 现在国际局势这么乱 对 容易摆平 对 当然了 我不只是为了这个 其实我应该为川普点赞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 因为上次我做完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早就跟我的学生说了 我其实 到现在的意思 我刚刚做了一个截图 其实因为川普的这个事情 让我赚了很多的钱 我只是 我今天刚刚截图的 就是我提供一个罩号 我看了一下 就进账1万2 因为我不是做股票的 首先第一件的事情 当然事情 我告诉说 为什么我能知道川普能够当选 而为什么他的股票会赚钱 你反思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能赚钱呢 对不对 那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月嘛 你记得我做节目是不是一个月前 对对 是一个月 那个时候川普的股票根本没起来 因为很多人根本看不去 就是在没有走路10月8号之前 懂了吗 是10月8 都不知道 说论为川普还不行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股票只有14块钱 我在14块钱的时候进场 厉害 大家有没有跟着陈林先生进场 大家有没有 对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有很多学生 就是我清朴的学生 我都刚告诉他们的 我说买川普的股票 你将会暴涨 其实不只是买川普啊 因为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一直在支持川普 对不对 马斯克吗 对呀 马斯克在那个时候 也是被人家打压 他股票打压 但那个时候 我其实所有的股票 我有好几个账 我就买两个股票 一个就是马斯克的股票 一个就是川普 马斯克股票 在这天年爆炸 40块钱 砰的下起来 所以你买了这个和特斯拉 马斯克拿这么大的精力去砸了 如果川普当选了 难道他不会受益吗 那当然会啊 那我反过来看 以前我跟你们说过了 为什么有一个密码 我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川普会在股票上赚大钱 原因我在之前说过 股票代表水 股票代表大海 你知道吗 嗯 是 冷水 我以前的节目 所以为什么很多看我的节目人受益赚大钱的 他明白我说的道理 你看 川普在走什么 冷水吗 政财吗 那不是股票吗 写在那里 知道吗 对 已经写在那里了 你还看不懂吗 所以现在入场还来得及吗 陈林先生 有一点晚 但是OK 还是可以 可以赚到一点 股票是 当然股票是这样的 股票是有风险的 当然 但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买了 从来没跌过 没跌 所以陈林先生 因为我本来也不换股票 但是我每天去看 每天看 怎么老涨 这两天穿的这么多 你知道吗 好 来 股票是这样的 虽然你经常 成功 但你出场的时候 也可以决定你的命 为什么 那当然 出场的时候 尤其给你跌了 你明白吗 没错 要什么时候 出场也很重要 对 但是我可以100%的肯定 川普在走 人就是水 人水是对川普 很有利的 我刚刚说的 是他的政财 那人水是股票 所以川普一定会 在股票赚大钱 那他赚大钱 那他股票一定涨 我当总统 当然要到我的股票上涨了 明白吗 我就从这一点判断的 所以有14块钱的时候 我告诉我那些 很多的青春学生 我说你买川普的股票 保证你发财 其实我结一张图 就今天刚刚结的 是 所以大家看了 看了有没有很心动 赚多少钱 其实很多我就不在 方便在电视 但是我为什么 我还敢结我的图 就是因为我告诉 我是真诚的告诉我们大家 看我们的节目 只要你能看得懂 真的你能受益 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14块钱一个月 现在涨了多少钱 47块钱 47块钱 多少倍你算一下 对 14块钱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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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倍多了 如果我买1万 请问我赚多少钱 所以 大家不要觉得 钱林先生只是在 给我们坐而论道 这个真的是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节目全是干货 其实很多看了懂的人 全都 你还觉得很简单 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 在这个月要翻牌 听懂了没有 我正好说了 对不对 好翻了 对 当然也可能在 答案要缺少 他已经得到时候 会有涨跌 但是 我已经说了 这五年来 川普一定会通过股票 让他赚钱 虽然他当个总统 一毛钱没有进账 但是他从另外一个地方 赚大钱了 这个一半了 是的 这个 这个到底是谁 这就是我们的 中国国学人看出来的 所以要跟着陈寗先生 而且要听懂 而且关键是 关键是我觉得 如果你听不懂也没关系 就直接来联系陈寗先生 让他亲自给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陈寗先生 除了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这种这些干货 然后呢 帮助大家这个发财以外 其实他还会有一些课程 上一次您也讲过很多次 关于这个紫微斗数 因为奇门 紫微斗数 就是说在大家看来 都是非常深奥的一些理论 那您也有相关的这个课程 很多朋友有感兴趣 下面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吧 就是本来我可以在11月中旬左右 可能我们稍微往后推 因为我在尼多闭关 大概两个半月的时间 结束大概所有的传承 闭关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这个呢 我呢 讲这个奇门遁甲 跟紫微斗数 可能也是一种新的创新 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轨道 那同时奇门遁甲 又可以帮我们做一个 这个改变的模型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大概可能会在12月份 就会开班 那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加我 这个我可以看多少人 我们就可以提前做个预算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推广 那我刚刚说到你看 我说人水 其实我当我说到人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学生 马上就明来了 人水就是股票 而且是他的政材 那当然他赚钱了 这被明摆在这里嘛 对不对 那你看不懂 大家还在发懵迷当中吗 其实我说 10月8号那天 真的就是10月8号那天 川普的股票正式起飞 是的 所以要好好看我们的节目 14块钱 14块钱从来没有跌过 就天天往上冲 往上冲 米的拉斯达克的股票在跌 他也不跌 往上冲 那说明今天什么事 他在压盘 那就说明很多人在压川普赢 对 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说什么呢 就像我们说 买那个糖果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从这个参数来看出来的 你如果大家不压他 那代表说他的股票跌了 对 没错 是这个也能看出来 对吧 对 所以学习 学习这个国学的主要目的 我说世界无论怎么变 当然 你觉得川普 你可以支持川普 你可以不支持川普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从川普赚到钱 这是你关键的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这个我其实是随便拿一个账号 真的我就每天每天 一万一万一万的进账 我也搞不懂 反正就平民明明进账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找一个名单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天际 这个天际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不好 我以前说过 2027年以后 美国会20年的经运 他就是个好运来了 如果美国将来运不好了 那就说明一件事 川普没有戏了 你听懂了吗 对了解 这个道理很容易 非常容易 如果将来美国好 那说明一件事 川普当主 就这么讲 你一个有能力 一个没能力的人 这不就是明白在这里吗 前来就不要预示了 懂我讲意思了吗 对不对 当然我们 大约对于医学爱好者来讲 我也讲得详细一点 哪些州怎么弄 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老师是如何去思维 如何去预测的 可能你就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我有一些 这个就是软件 可能有人会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问 这个软件的事情 有有有 就是说这个之前 这个您 就是您的学员也有问到我 说这个关于您的这个 AI的这个公司 上市公司 还有这个全新的这个APP 什么时候能够推出 在这里您给大家回应一下 对因为我们差不多这个已经做完了 就在测试 测试可能就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就这样 然后呢 里面有很多的课 还有分享 如果分享你会赚钱 然后有AI来给你解释 这个里面的锐容 还有软件 所以大概很快就会出来了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就是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呢 世界无论怎么变 你首先要把自己变好 但是你要变好 你首先要干嘛呢 武装自己的头脑 你要学习 只有学习 才能改变你的命运 明白 但我们是全学 可以想说未知科学 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讲说更好的科学 你要一种开放的心态 而不是迷信的心态去学习它 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师的课 包括我自己的课 你都可以学习到 而且还可以通过AI来帮你学习 甚至我有一个佛家奇门的免费排盘 都会在免费给大家使用 了解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这个很快就出来在测试的阶段 所以等到它真正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节目中 请陈林先生跟大家分享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使用 怎么样来看 那陈林先生 您的那本书 是不是就要出版了 这个书的话 本来是要在10月几个 所以我要闭关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 其实闭关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其实一切的万象 虽然我在跟你聊这个 包括股票 其实人生就像金刚经说的 一切如目幻暴雨 如路易如电 明坐如世观 所以这个世界 无论怎么变化 就像游戏啊 你要把你的人生规划好 所以当然我们佛加奇门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首创的一些帮助众生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将去哪里 这是其实所有人 哲学都在问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书也会很快出版的 就是这样 是的 所以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 这个了解到很多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当下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应该怎么样去赚钱 所以赚钱这件事情交给陈林先生 大家如果是这个听不懂的话 就来这个好好的研究一下陈林先生之前做过的一些节目 当然还要关注我们之后的一些节目 好的 然后呢 当然对于奇门来说呢 很多的朋友也是这个不甚了解 陈林先生专门做了一个这个小视频来告诉大家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可以用奇门来改变自己的一些这个运势 我们下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奇门遁甲 帝王之学 东方古老数数最高决策学 宇宙时空数理模型 江太公 范李 张良 吴子虚 诸葛亮 刘伯温 毛泽东等无数名人 应用奇 成就无数 丰功伟业 当今九韵时代 陈林老师 以古为金用 化繁为简 把帝王之术 融入寻常百姓家 把古人所称帝先之术 大器造运术 奇门出行绝 创新为 九韵奇门生活 改运术 一 调方位 居家摆放 开运法 二 不风水 风水布局 开运法 三 大扫除 断舍离改运法 四 买东西 逛街购物 开运法 五 吃餐馆 吃出好运 增运法 六 去银行 吸财 进财 增运法 七 穿衣服 穿衣五行 增运法 八 走吉方 出行办事增运法 九 做运动 行为风水 开运法 九运奇门 生活改运术 在天垂向 在地成形 在人应事 宇宙共振 向天借力 时空能量 及时吉方 布局木器 修炼自身 人体奇门 汲取吉星 为我所用 事半功倍 瞬间开运 奇门生活化 生活 奇门化 strand 跟人应事 实践 似乎 咿 锃 锃 唇